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经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起飞的 与此同时也挥起了一帮香港的富豪 他们在捉紧时代机遇的同事 也都极力推动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香港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亡灭的印记 著名的港商霍英东 就是名人堂里面的其中一位 前特首曾荫权曾经说过 他说全香港无论上中下左中右 无人是不赞扬霍先生的 证明他已经获得了香港的人心 甚至在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夕 霍英东还特别被邀请去到北京 接受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 提前知道了内地开放的信息 另外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 他曾经一度是第一届特首的热门人选 虽然结果不同 但是当选者董建华 也是霍英东一手推荐的 对于他的一生曾经有人写书研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博全 就被邀请为新书写罪 他说霍英东太有名太复杂 太多人研究甚至是太敏感 太多传言有太多误解了 所以我不敢研究霍英东 更加不敢写霍英东 这么有本事的霍英东 他的人生到底有多复杂呢 第一位栽生国家领导人行列的香港人 第一届特首的圆满人选 竟然曾经是港英政府打压的对象 相而优质事 究竟是游刃有余 还是鱼里薄冰 博英东时局的生意正在继续 博英东是1923年 出身在香港的一个水上人家 他虽然很穷 但凭着他出色的经商头脑 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混乱的时代之中 他就把握商机 二军突起 还藉着房地产的开发而挤身入去 香港的富豪团 重认就香港主权问题的正式谈判 是始于1979年 作为出色华人 港商的霍英东 他就是在1978年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 以及李嘉诚、李绍基等港商 一起去到北京接受一年前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的接见 邓小平专程向他们了解 香港当时的情况 还听取了霍英东 他们对于未来香港发展的看法 直到1997年的7月 香港回归了 港府对于北新为香港 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 是授予最高级别的奖励 就是大紫荆奋 霍英东也是第一批 被表扬的十七人之中的其中一位 好像他一样 一个在北京如鱼得水的霍英东 谁会想到原来 他早年竟然曾经是港英政府 打压过好几次的对象 1950年的6月20日 朝鲜战争爆发 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共新政权实施 封锁制裁禁运的条约 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 跟随着英国政府也加入禁运 不过当时香港一直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 也是大陆进出口物资的重要跳板 霍英东借助着 家企长期经营 港口博运生意累积的资源 暗地里就做了禁运的生意 包括当时内地紧缺的物资 比如铁板、膠管、汽油和五金用品等等 1953年 朝鲜战争结束 霍英东拿着赚取的第一桶金 就试图去寻找新的商机 这个时候 香港正值移民的浪潮 香港人口比五六年前暴增了三倍 而当时的香港 居住楼宇严重短缺 很多地方的天台、走廊都住满了人 于是 霍英东就看准了机会 投身地产发展 霍英东投身地产 面对着朋友的劝队他都没有理由 还将禁运时期赚得的上百万的积蓄 拿了出来 和他太太 呂燕尼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 同年的年底 霍英东就投资开发了他第一个地产的项目 叫做四方街楼宇 凭借着新创的分层售楼和卖楼花的销售模式 只是一年之间 他卖出了一百多栋 包括六百多层楼宇 霍英东在移立之年 就成为了当时的地产大亨和千万富豪 不过世事无常 霍英东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坎坷 1955年 正当霍英东旗下的新楼盘热卖的时候 市场上突然传出了 说霍英东要给港英政府第二届出境的消息 火热的热卖场突然之间就静下来 甚至乎有人要求退订 这个打击令到霍英东真的来过措手不求 第二届出境是港英当局用来对付左派和不受欢迎的人的一个条例 当时香港甚至流传着 说坐牢都不怕 最怕就是被帝界出境的说法 全民发生在霍英东的身上 不免令到人猜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霍英东自己分析 他说可能是和自己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所做的禁运有关 因为港英当局一直都认为他的行为是属于走私 除此之外 当时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都是由英资财团垄断 华人是很难和他们分一杯羹 而霍英东的迅速挖起 一年是有上千万的巨额收入 难免树大招风不罪了一些利益集团 最后霍英东唯有通过发布公告去澄清 原来帝界出境是实属遥传诽谤 全民过了半年之后 霍英东安然无恙 谣言就不公自破了 不过谣言虽然是没有了 但是事件的影响 就深深地埋藏了在霍英东的心里面 他后来说 这件事对我的性格变化造成很大的影响 更加波及到我以后的事业 有时 他还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 影响了我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脱责 霍英东被港英政府贴上了亲共的标签 对于禁运欲害离张 但对于商人来说 忠于危难但是不及时应变 无疑是坐以待毙 所以霍英东开始去谋策新的方向 但是家庭和事业 都是在英属殖民地的香港 想要摆脱港英政府的打压 霍英东又应该如何去寻求退避之地呢 交往北京如理博兵 太极能手已退为进 英美联合封杀 看看他如何辰转陶螺 霍英东时局的生意稍后继续 你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 不要被教条所曲线 最重要的 拥有追随自己内心与直觉的勇气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 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 你的内心与直觉 多少已经知道 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了 宇宙人生香港卫视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 香港一直就是中共统战的主要战场 众多蓝迁或者本土的文人商股等爱国人士 就成为统战的对长 在1961年 辞任香港新华社统战部长的何敏思 和38岁的富豪霍英东 就得到这个联系 并且牵线霍英东 和新华社的高层正式接触 第二年 霍英东的商业版图 就扩展到中国大陆了 开启了和大陆方面的第一次合作 就是由广州五抗公司 向霍英东供应海沙 其后在1964年 霍英东受邀以香港同胞 国庆亲礼团副团长的身份 就去到北京 参加国庆15周年的盛典 我们 画出这份文化的盛典 和新华国家里 在前流的国家里 那些民 能赛了情报 共和情报 其他人们 习惯了新华 在新华 新华里面的政府 请兴充 华英东接到邀请之后 特意绕道澳门再转转内地 和香港的官礼团 其他成员会合 为什么他要这样转转呢? 他说 那时候中英关系比较紧张 香港的亲中人士 通常都不敢公开 和北京方面有来往 所以不少人如果要去大陆 一般都会选择绕道澳门 这样 香港移民局 就查不到来回大陆的记录了 那段时间 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 一方面尽量要改善 和港英政府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 又希望可以和大陆接触 建立好友好的关系 地皮被收回的童年 博英东就牵头号召何鸿燊 胡汉辉等地产界的知名人士 成立了香港地产商会 博英东当选成为会长 在成立大会上面 博英东他致辞说 地产商会 除了要联络本会会员的感情 交换有关的意见 还希望可以成为官商沟通的桥梁 去订立严格的售楼制度 和解决管理的问题 还有就是要保障客户的利益 香港地产行业 是有义务和责任 令到本港的市民 将他们的职触去自治物业 达到住者有其屋 大家安居乐业的目的 博英东 他是试图通过团结行业 来分散港英政府 对他个人针对性的打压 希望可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促进居民安居乐业 等同是可以帮助港英政府 去分担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压力 博英东他以退为进 他成立了地产商会 为他后续增进 和中共的关系打好根基 博英东旗下的公司 有不少员工参与罢工 局势的发展即将难以控制 身处香港的博英东 他应该是要动员员工去停止罢工 或是要支持华工去声讨 港英政府好呢 还是自力改善自己 和中英政府关系的博英东 在这个尴尬的境地 结果他是选择了离开香港 博英东的好朋友何鸿燊 曾经评价博英东说 他一个太极能手 永远都不会得罪人 动乱的时候 博英东远离尴尬之地 出走美国 去探他在海外留学的儿子 以为可以独善其身的他 结果最终都不能够 彻底摆脱政治的歧视 来到动乱平息 霍英东回到香港 并且将自己有股份的一栋物业 星光行租了给一间 有中资背景的公司 六七暴动导致中英伤口尚未遇合 这个举动就马上受到 英美两国的不满 美国领事明确宣布 他说所有星光行的租客 都不能够去买卖美国的货品 而且更威胁已经租用了的客户 不让他们用电话 星光行最终是以三千七百五十万 卖给一间英资公司 叫做智地 而且在交易的时候 其中的两千万 竟然还是用一张 叫做承诺票据的形式去付钱 六七风暴之后 中英关系处于低潮 香港经济陷于痰瘫 资金大量外流 港人亦都大量移民 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工作 便变得艰难而迫切 根据当时香港新华社统战部长 何敏斯赞文表述 在六七风暴之后 香港几乎没有人去理我们 我们就捉住几个人 一个就是利命责 另一位就是霍先生 主要是因为霍英东先生 是地产商会的会长 我们有两个人 都有参加地产商会 但是他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他们没有发言权 但是霍先生就不同了 怎样才可以在地产商里面 打开困局呢 霍先生真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在一九六七年 星光行占卖事件之后 霍英东就漸漸淡出了工商界 不过以他带头的一些 香港地产商会的核心人物 例如胡汉辉 何鸿新等人组成的朋友圈 就和香港新华社高层的会面 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他们经常都约到霍英东的别墅 酒楼地方去喝茶 一起去谈论香港的经济 和发展的话题 是的 而在一九七三年 中东爆发战争 世界的石油可以说是非常紧张 而霍英东他拿到了大陆石油 出口的代理权 成功地和北京达成了第二次的合作 虽然他在香港是累租打压 但是都能够辰转腾挪保存自己 去到六十年代尾 霍英东忍退工商界的时候 家族的事业版图 早已铺开了 而且稳健地发展 已经财力红厚的霍英东 经营生意已经不再是他的重点 那么他的新目标又是些什么呢 体育外交一马当先 澳门赌场热清关系 商人新境界 成就霍家长青业 霍英东时局的生意正在继续 这里是香港卫视 这里是香港卫视 在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 准许吸收外国的资金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用在大陆的经济建设 就在会议召开的半年之前 霍英东和李嘉诚等知名的港商 就应邀去到北京 在北京 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特别会见了他们 向他们了解香港的状况 还征求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同时还透露了中国将会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1980年和1982年 霍英东在内地先后投资兴建的中山温泉酒店 和白天鹅宾馆就顺利开业了 这是改革开放之后 外资投资内地的第一批方案 身为华人富商 霍英东在投资内地期间 常常都身体力行地把关着项目的品质 以至到职劳成质 结果他幻想了淋花癌 而项目实质经营的收益 对于早已富甲一方的霍英东来说 实在是太过渺小了 霍英东在曼年的时候去说 他说搞这些项目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就很希望通过具体实际的操作 可以脚踏实地地探索出 可以给别人参考的模式 而这个人地 无疑正正是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 虽然中共新政权早在1971年的10月25日 就已经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 但是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振兴经济的同时 也都在极力地拓展国际的关系 借鉴70年初推动中美建交的乒乓球外交案例 体育外交在北京提出议程 英国管轄的香港 成为北京开展体育外交的最佳桥梁 当时参与乒乓球外交的美国人 正是经香港再进来地的 霍英东热冲于体育 他在网球和足球的项目 都有不错的成绩 在70年代 他就已经几乎担任过 香港每一个单项体育协会的会长 或者是名誉主席 而且还成功地竞选 成为亚足联的副主席 70年代的开始 霍英东 他以中国民间体育大使的身份 代表着北京和各大国际体育组织周旋 之间长达有十多年 而他的大儿子霍震廷 就受到栽培接行 为了和儿子做事 在1978年 霍英东就阴点了名簇一时的港姐 朱灵婷 成为霍家的掌识 不惜重金 囚犯婚礼 十多年的奔波游说 他成功地帮助到中国 可以重新加入国际组联 国际自行车协会 和国际南联等国际体育组织 香港回归前的1993年 霍英东成功地当选 成为国家政协的副主席 且之后还连任三界 成为第一位 可以栽生于国家领导人的香港人 但是风光无量的他 也有他心头之患 就是他在澳门赌场合伙人的身份 澳门娱乐有限公司 将股权交给澳门政府 监管的导人的桑礼规格 香港在近八年来 有这么多出名的商人 但是在变幻时局之中 他都能够辰转藤螺 游刃有缘 绝非等闲之辈 好了 很多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香港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